哈喽大家好,我是脑袋会发光的灯泡先生 灯泡先生想问大家一个问题 从出生的那天开始,到牙牙学语 再到第一次学会吃东西 这些宝贵的人生记忆,你还能记得吗? 不,不会 你可能会记得上小学时候的老师同学 甚至第一次入学认识的那个留着鼻涕的朋友 也会记得放学路上沿途的小卖铺 但就是难以回忆起在三岁前的任何事情 即使我们一直努力地回忆 最多也就是想起幼儿园的时候的事 再往前就是一片空白 所以究竟是什么原因 让我们记不清三岁之前的事情 灯泡先生今天和大家一起探讨 记忆是人脑队经历过事物的实际 保持,在线或在任 它是进行思维,想象等高级心理活动的基础 所以肯定不是恶魔降临人间 偷走灵魂力量 弱小的孩童的记忆 从科学角度研究 与人类大脑的发育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 三岁以前的孩童尚且是处于一个 生长发展时期 人类出生时 大脑的重量大概是在350到400克左右 对比成年人的大脑重量是2500克 关系着记忆的海马体 前额叶皮层还没有完全发育完善 随着脑部发育 记忆保存的时间越来越长 而且童年的你和现在的你 记忆方式是不一样的 人的记忆尤其是对情境的记忆方式 取决于这个人当时是否使用了语言 当婴儿逐渐长大学会说话之后 他的大脑对周遭世界的记忆 就开始换了一套程序和记忆方式 而这样一来 人还没学会说话之前的记忆 就被语言所替代和覆盖掉了 所以当你语言掌握的越来越多的时候 你不靠语言记忆的情境 就会一望覆盖 孩子一生下来是不会说话的 一般到一岁半开始 才能学会说一点东西 但那种学会 也只是英武学舌式的学习 他们并不懂得词语内容的深层含义 一般来说 能够深入且系统学习语言的年龄 大概是三岁前后 正好和困扰我们的记忆消失年纪相当 所以随着语言学习 儿童的记忆不断覆盖 自然也记不清了 但是大家也不要觉得 三岁之前的孩子真的什么都不知道 科学研究表明 六个月大的孩子 记忆可以保存一天左右 一岁以上的有一个月 两三岁的能保存一年 所以他们不是真的不记事 什么也不知道 好了 今天就落到这儿 记得关注灯泡先生哦 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